好 主公我们实时带了解 在今天中午1点半的时候 台北市的东湖国小的和尚团 一次在练唱的过程当中 导致有10名学生 约10岁11岁是紧急被送往医院来治疗 那么初步了解呢 校方回应是说是学生 站在这个三层架的舞台阶梯架的时候 走动的过程当中 一次是重心不稳来跌落 那目前学生的伤势状况如何 我们来交给医院的最新说明 通报有六位女童 那送到我们急诊 那年龄大概都是10到11岁 那经初步的检视 都是一些轻微的 轻度的扭伤跟挫伤 那经过初步的一些检视 还有安排一些检查 目前已有四位女童已经出院 那目前有两位还在观察 还有在检查的报告中以上 对 大部分都是在手脚 手脚的部分 是 对 就是挫伤 然后有一些扭伤 对 好 跟着了解 因为明天就是台北市的音乐比赛 因此校方回应是说 今天中午的时候 是由老师带来这个社团学生 来自主练习 并且校方述步回应是强调说 没有舞台倒塌的状况 而是学生在走动的过程当中 重心不稳 导致这个舞台架来倾斜 那目前学生的伤势状况都还正好 只是呢 当下有反映说 手脚麻麻的 有些微疼痛 因此保险企业也才会来 送往医院来观察 而目前呢 学校的校长也已经前往 来观察学生的状况 那么稍后我们会再问你 掌握这一型状况 来教会哦